大家好 现在我在广州白云区人和镇 方华公路人和派出所附近 现在有一辆飞机飞过这里了 大家可以看到天空中有一辆飞机飞过了 这是白云机场往大象村方向飞的飞机起飞的 刚从广州起飞的 为什么现在是往这方向起飞呢 以前我记得是从大象村往白云国际机场降落的 看不清了 在前面就是人和派出所 现在起飞的飞机是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起飞的往 人和地铁站方向飞的 这就比较奇怪了 以前的话是从人和地铁站方向往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降落的 现在反过来了 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如果有知道的朋友可以在视频下面留言评论 告诉下我是什么原因 而且最近的话也很少有 飞机从 大象村 和港尾村 往 机场方向降落了 以前 好像12月份 1月份冬天的时候 是有很多 从大象村 那个港尾村 方华路那附近 往机场方向降落的飞机的 每隔几分钟就有一辆飞机 飞得很低 声音很大 现在不知道什么情况 看了百度百科 人和镇是著名的桥乡 在 海外的人都有好几万了 之前有个认识的人 他就有亲戚在南美洲那 那一带 距离中国还是很远的地方 都有我们中国人的 足迹 现在飞机 都看不到了 这个相机不能 放大的 能这样看 没有